大家好,我是Sunny 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之前介绍过的社区 当时介绍了一个双层的户型 这次介绍一个单层的大平层 一共有四间卧室,四个半洗手间 三个车库,面积是3176 那这个户型每一个卧室都有一个独立的洗手间浴室 进门我们能看到非常敞亮的这样一个走廊 高高的顶 我们首先先来到右侧 右侧是一间独立的套房 这是第一个客卧室 带独立的洗手间和衣帽间 再往前走呢,有一个独立的生活区 那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办公的区域 或者是会客厅 或者有的家庭把它作为一个小的健身房 那继续向前 我们就来到这个主要的大厅和厨房的区域 首先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六扇玻璃的大的落地窗 整个这个客厅就非常的明亮 长长的岛屿 然后再加上左侧的这个正餐厅的区域 整个的这个视野非常的开阔 外边的这个阳光房也是非常的宽 非常的大 如果我们选的是一个湖景的地块 这个景色是非常的好的 这样一个大大的露台 我们开party或者朋友聚餐都是足够的 接着我们来到房子的另一侧 最重要的一个主卧室 那他家的户型大部分都是有两个衣帽间 主卧的浴室 也有三扇窗非常的明亮 洗手台分支于两侧 长的那一侧呢 是设计的非常巧妙 我们可以放一个凳子 女士的话可以坐在那儿化妆 那我们回到客厅的区域 沿着顺时针的方向 再去到房间走廊的另一侧 走廊的另一侧 有一个半个的洗手间 供我们来访了这个客人使用 然后是洗衣房 很大的空间 有很多的这个植物台 植物柜 那另外两个卧室就在这边 这是其中的一个 都是套房带独立的洗手间浴室 和独立的这个衣帽间 这是第三间客卧室 小卧室 也是独立的洗手间浴室 独立的衣帽间 回到走廊 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么大一个三千多平方英尺的一个大平层 那这个户型现在在官网上的这个基本价是669,900 就相当于67万了 值得一提的是两周之前我上的另一个视频 那个时候这个户型是639,900 所以两周的时间这个小区的这个基本价 房子的基本价平均就涨了3万块 那另一个户型当时我做视频的时候是72万9千多 现在也已经涨到了75万9千多 也就是76万 所以这个是一个高档的社区 它的升值也是相对会更快一些 那其实整个佛州现在这个房子长的也都是非常的凶猛 地块大的已经没有了 大家想要了解这个更多的信息可以加我的